膠紙、貼、玻璃,有什麼玄機? 橡皮糖發光,看得深芳芳 一粒巧克力,寵物會窒息? 要明辨是非,一定要看學試學費 怎麼跟著我? 別以為我到處走,很空閒 其實我在做資料搜集 你看看,生命更好,有煲電話足了 你們別以為我只顧著電話 你知道,每個專家都跟著我合作 我負責約加筆,很忙的 你們看家琪做的什麼更好 喂? 嗨,你們別常以為我拿錢去購物 其實我負責買道具,節目才不超級 你們都知道我一個人多精打細算 什麼呢? 我?我沒有工作 節目都出門了,還找什麼資料 找什麼嘉賓,買什麼道具 多餘的 當然是坐著看學試學費吧 不在一起? 你們去找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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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 你不敢進去啊 走吧 你不敢進去去吧 我…那不知道這道風水是怎樣 發菜師傅,有沒有甚麼? 有些事 有甚麼 香港地,下雨打風,很少事 下坡就不得了 好準啊 有些花都在 其實有什麼我們需要注意的呢 先先 師傅…你好像形狀一樣 有什麼事 你們有沒有試過在玻璃窗上貼膠紙 貼貼紙就有 貼膠紙這些東西有不準的 犯法嗎? 不…不準 這樣會出事的 拿去洗吧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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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到打風 很多人都會在窗上貼膠紙 就算玻璃破壞了 也有個膠紙貼住 不怕弄傷人嘛 不過這個方法是否有效呢? 這次找了李志豪宅Sir 跟我們一起做實驗 證明一下就最安心了 我試下飛,明必是飛 阿李,我看到有玻璃 這次不是要我們扔玻璃嗎?宅Sir 沒錯,就是扔玻璃 哦 怎樣扔? 我已經安裝了鏡子 待會來貼好膠紙就可以扔了 大家都見過,有人貼膠紙是貼不同的圖案 這次我們就嘗試貼個飛字 看看有沒有效 穿齊保護槍臂,準備打爆玻璃 試試這個,十大武器之手的摺凳 可否可以打破它 加油啊 加油啊 第一次沒事啊 再試一次 一、二、三 再打 咦,是不是我不夠大力呢? 摺凸不行啊,宅Sir 這樣啊 不如試試磚頭吧 宅Sir怕你來啦 不要的,當然是讓你來啦 一、二、三 哇 兩瓜皮怕到掉頭走了 嘿,讓我出馬吧 哇 耶,一扔就整塊爛了 連飛字也沒有了 哇 哇 你看,還可以打開飛字 還有,只有飛字這些 很漂亮的,一條條 好像很完整的 但是我們只有飛字這些 玻璃可以黏住,但其他就倒閉了 會不會有其他辦法呢,宅Sir 傳統有人打大交叉的 不如你們試試 哦,這麼沒新意都行 你的交叉他又搏了 這次拉一條大膠紙 貼個大交叉 貼得緊一點點 應該扭得住吧 搞定 宅Sir 走了… 再見 宅Sir大脫一揮 整顆玻璃槍都碎了 不過這個交叉就貼著 大部分的玻璃碎,扭得住 用橙子的玻璃飛得很遠 而且,雖然比剛才好 可是碰得很厲害 沒有其他辦法 還有一個方法, 貼防爆膜 原來家居裝修有一種防爆膜是貼在窗上 貼了就可以避免玻璃碎開, 跌到周圍 效果是怎樣? 試一下就知道了 好, 我們現在貼了這個防爆膜的玻璃 嗯, 試一下它難不難 來 作小石嗎? 不是BB不可以用BB級的東西嗎? 好, 到你了 嘩呀, 人家的鼻氣好 不是, 它也不可以用 大力一點吧? 快一點嗎? 嘩呀 都不難 去吧 嘩呀 再去吧 咦? 但是它也會中間飛出來的 嘩 咦, 但是它... 它有爛, 但真的沒有裂出來 它黏住了 它只是這個, 你打哪一筆就爛天筆 嘩呀 阿尼, 你很粗暴, 你弄得很多紙彈洞 嘩, 為什麼打那邊才會爛呢? 還有, 它不會整塊掉下來呢? 我怎麼知道呀, 問博士吧 蛤, 你也不知道? 吳幸良, 的勤博士, 華理智 就斜結玻璃, 有什麼玄機? 其實玻璃是一些很硬, 但是很脆的物料 如果遇到撞擊的時候, 它就會很容易碎裂 碎片就可能會彈出來, 就會弄到人了 為了防止這種情況, 很多人都會用膠紙 貼在玻璃上面 但是這個方法其實不是太好的 因為其實玻璃碎裂的時候, 它的模式是不規則的 而它的裂縫都會到處走的 而橋狀的膠紙, 它的覆蓋範圍其實是有限的 所以效果就不太理想了 但是因為不多不少, 有些碎片都會被膠紙貼著 所以危險程度, 安全都會好一點 但是如果想說安全多一點 我們就可以用一些叫防爆膜 其實防爆膜就是用一些很堅硬醉合物的索物料製造的 例如最普通的就用一些叫PET的物料製造 我們將這些膜就用一些很強力的黏膠黏在玻璃上面 即是說玻璃其實在表面已經有一層保護透明的膜 不單止可以提升它的機械的強力 亦都可以防止這個玻璃被滑 玻璃真的撞擊的時候碎裂了 但是整塊玻璃是貼在這個膜上的 所以碎片亦都不會飛出來弄傷人 又有一塊玻璃? 其實剛才我們已經很滿意了 那塊夠爆了 還有一塊強化膠膠玻璃 我先走了 哎呀, 整塊玻璃都破壞了 不過玻璃真的沒有散開 哇, 厲害 雅Sir, 你的內功很厲害是打穿了 而且這次雖然破壞了 但它一點都沒有掉下來 為什麼會這樣? 文博士都是 好呀, 有吻 夾層強化玻璃其實是用兩層的強化玻璃 中間夾著一層最合物的塑膠膜 組合而成的 中間的塑膠膜通常是用一些簡稱叫PVB的物料做的 玻璃製作的時候要加熱 在夾層的玻璃上都有一個輪子來回壓著玻璃 讓裡面的空氣排出來 而這個PVB的膜就會很緊緊地把兩塊強化玻璃貼在一起 如果遇到撞擊的時候 上面兩面的玻璃就碎裂了 因為整塊玻璃都是貼在PVB的膜上 所以碎片也不會飛出來的 不用多謝我們的 哇, 渣Sir, 你的玻璃爛爛得那麼漂亮 生意興隆 多謝, 年風包料成為3,800 哇, 我們花了雜色到現在 怎麼收到這麼貴的價錢 我們都說錢的 不是啦, 不只這樣 謝謝, 今天 來, 辛苦了 謝謝 對了, 話說話 你和她積蓄了那麼久 你喜歡她些甚麼 嗯, 我喜歡她 性格開朗 友善 和我最需要她的時候, 她都會陪我 哇, 完美啊, 這些真的是 你呢? 你們都好像一起了很久 嗯, 不過她呢 很危色加脾氣的 有時候很冷淡 但有時候鬼死這麼熱情 很難中我 那都好像很甜蜜 你們平時出街做些甚麼多 我喜歡和她逛街和買衣服 嗯, 我們平時就會到處找東西吃 咦? 甚麼貓可以穿衣服的嗎? 狗的不可以亂吃東西啦 是的嗎? 不是的嗎? 哥仔都有得唱 做隻貓, 做隻狗, 不做情人 現在不少人都當寵物是情人 有好東西一起吃, 漂亮的衣服一起穿 不過當她人那麼愛, 就會愛她變成害她 不信呢, 就問問獸醫Dr.Eric啦 Dr.Eric, 黃心心太過份了 有好東西吃, 不允許我 她把人吃的東西給Dolly吃 人吃的東西是不適合的 甚麼呀? 我和Dolly一樣喜歡吃朱古力 你一粒我一粒, 多甜蜜 不說了 原來朱古力吃不太健康 如果不止狗, 人也是 如果你吃那麼多朱古力 都會引致肝病 不過我和你吃不到那麼多朱古力 不過對比例, 狗仔吃那麼多 都等於那麼多 對比你和它的尺寸比 所以她吃了可以引致肝病 那生果呢? 生果也不是一定可以的 有些生果是OK的 譬如如果有一點橙 少許一柑, 蘋果, 沒甚麼所謂 不過如果餵蹄子, 是劇毒 個別狗真的可以突然引致神衰竭 那雞肉呢? 我經常給他們吃雞肉 我見香港人很喜歡餵雞肉 餐餐餵雞肉 少許雞肉當然沒所謂 不過如果每天餵, 身體的營養就變得不均勻 會引致狗仔容易想衰竭 I'm so sorry, Dolly 我差點毒死你 唉, 不小心 你還好意思告訴我 你經常幫貓穿衣服扮靚吧 有甚麼問題? 來個穿衣服了 你不穿的 穿衣服真的很有問題 如果一隻狗仔純粹拍一幅照 穿衣服真的無所謂 不過一定要脫 不可以不停擺 其實這隻狗仔毛呢 是一個很高科備的產品 每條毛都有肌肉控制它的溫度 所以你穿了衣服 就不能行溫了 所以它熱就太熱 不可以冷 所以有些時候有翻下過的談判 特別如果你本身很鬆毛 你穿衣服可能會冷一點 加上呢 貓更加不可以穿衣服 因為如果你和貓穿衣服 特別如果一天半天 可以引致皮膚病 Dolly 我會嘗試了解你多一點 Dolly 你不動的 會不會死了 他也是 尾巴向下撞 糟了 Dr.Rae你快點解決它們吧 去沒電而已 是呀 我怎樣 再寫畫圖 是呀 謝謝你 先電一下 來吧 謝謝你 我現在 со新鮮日本一位 是 我現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